大家好,我是熱血阿傑,黃仕傑,歡迎您收看熱血阿傑的頻道 今天的熱血阿傑上路路時間挑了一盆很特別的鹿角爵 我以前種鹿角爵就不愛這種超大型的種類 比如說像女王啦,或者是蘇格泵這些很大的 這一次種這一顆很特別,各位可以看到它的罐 而且它的葉脈非常的漂亮,這一顆叫做豬爐捲葉女王 那因為豬爐這兩個字確實吸引到,我就覺得太棒了 如果它種起來不是那麼大的話,那這一顆我應該會很愛 今天準備的是特別我去請人家幫我裁的 這個叫做鐵木,應該是鐵刀木吧,硬刀爆炸的鐵木板 你看,有聽到噹噹噹的聲音超硬 然後就用這個來上我們的豬爐捲葉女王吧 那因為網路上太多人直接這樣就上了 可是我覺得上這個還是要有一個 它的漂亮的樣子 我覺得我們都應該是所謂的 這個叫做外貿協會 就是要看漂亮還不漂亮 上的奇形怪狀,這樣怎麼行呢 所以今天呢,我們就來好好上上這一顆豬爐捲葉女王吧 今天要用的道具是希望說原野女王到上去以後可以 臉包起來的時候,漂亮圓完整 所以又拿來我們這個叫做菜籃幫的 菜籃幫一號來上 那上菜籃的好處是,通常我們用籃子的話 這個籃子比較大啦,上起來很大一顆 因為我剛好挑的是跟那個板子一樣大 我喜歡這種感覺 中間這個叫大水草盆 那等一下我們就把它放在正中間 這樣 然後水草就擠壓在旁邊 來吧,這水草已經都是捲過了 稍微固定 我有個習慣就是盡量讓它在正中間 好,邊放 邊稍微壓一下 當四周圍都放的時候你就可以中間放 它可以固定住中間的大水草盆 別忘了沒事就壓一壓壓一壓 要壓到什麼程度呢? 基本上要到這籃子的一個九分滿 我覺得九分滿應該是剛好的 那因為旁邊等下我還會圍一圈東西 好,旁邊這邊我們盡量把它鋪到九分 壓壓壓壓 壓的好處是什麼? 結實 等一下在綁的時候才不會散的啊 挖挖 好,如各位所見 就這個樣子 這個應該是大樹皮塊 通常大樹皮塊旁邊我會補一圈 好,我們把大樹皮塊鋪好 好,我們把大樹皮塊鋪好 好,各位一圈就好 壓壓 這樣看起來會不會像什麼?圓珠五四啊 壓好一圈 好,再來就是重點了 因為我們水苔可能暫時不會再用到 所以蓋子蓋起來 充當我們的桌子 這時候 這一碗放著 你不要直接倒過來就掉了滿地 因為板子這邊有鑽透氣孔 這個可以幫助透氣 這是我的一個小方法 大家也可以參考 對的位置就端過來 那因為通常我會在中間下面一點點 所以你看我剛才鑽的孔位置也在中間下面一點點 可以了 這樣就直接拿起來吧 當然不行了 壓一壓 壓一壓 用這種籃子的好處就是因為它是軟 所以可以壓 再拍一下 完美 完美 各位給你們看 一顆完美的樣子出來了 還不錯吧 好,這時候就是我最常講的 請把中間水草盆拿起來 水草盆拿起來以後 裡面我會再 丟幾塊木塊 丟幾塊上面填充一下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要把我們的 豬乳捲葉女王拿出來 它的盆子剛好就是這個盆子啊 所以有時候你買主培苗 這個盆子都可以留著還蠻方便的 你看根系走得好半碗 滿滿的根系 可以這樣直接中了 可是這樣就變得超醜啊 我真的沒辦法 所以下面的這些木頭塊 我會拿一些起來 雖然會傷到一點根系 可是為了上板很好看 這真的是一個沒有辦法的抉擇 好,我們稍微把它整理一下 這邊的水草我會稍微拉一下 因為正常我們上板就要這樣子 所以等一下還會用線在固定 裡面還好扣喔 來了 我最喜歡的透氣料 我最喜歡的透氣料 因為根系下去的時候還是要一些透氣料啊 這透氣料裡面有 樹皮椰仙碎水胎 然後蛇木穴 然後還有兩種緩效肥 好像很滿 你看 你看就是這個姿勢才對啦 這樣子才好看 等一下我們上去會是這樣 要把它葉子稍微打開啦 完整的照在這個水胎上面才好看 來把我們的線頭 線頭做這邊好了 來,我們從旁邊這邊沾進去 來,我們從旁邊這邊沾進去 好,頭流長一點 這時候拿出我們的釣魚線 別忘了線頭流長一點 等一下我們要打進的時候比較方便 好,一樣齁 不好意思習慣性齁 一下 我們從它的 臉下方繞過去 然後有一點點 可以順便把它拉著固定起來 就是完整的把它固定在這一塊板子上面 然後你邊固定的時候 要邊確認位置 跑掉的話就是 還滿好笑的 第一下就位以後 繃停之前我會固定 因為如果你從這邊拉 它的會移過去 所以呢 你拉的時候這邊要稍微 舒服一下 好 等一下我們 再第二下 從上方 上方也有它的 對 我們挑一片來抓的 可以兩片 一樣齁 按一下 上下的固定我們就可以開始來固定順帶 我忘了一件事 我應該要再鎖一顆螺蛇 我應該要再鎖一顆螺蛇 好 時候我們就來開始固定我們的水胎 一樣齁 盡可能把水胎給固定 不用再鎖一顆 了 然後就在一顆螺蛇 從上方也不要再鎖一顆螺蛇 鎖 是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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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